疫情警戒到二级 简安乡公所也解除了异地办公 同步调整辖内各益文馆社 图书馆 山林步道 自行车步道等等 室内外空间的防疫措施 而乡长游淑珍就表示 目前适度开放各个场域 未来也会是疫情的状况来滚动调整 同时也呼吁民众降级不解封 坚守高标准的自主健康管理 让花莲疫情持续的来加龄 国内疫情警戒降到第二级 简安乡游淑珍表示 在符合中央防疫措施通暗性的原则条件下 适度开放各个场域 未来也会是疫情的情况来做滚动式调整 今天是三级将二级的第一天 在简安乡公所的部分 我们已经把外放的分流上班的同仁 全部回到我们公所来进行服务 跟继续为乡亲服务的工作 在我们整个图书馆 还有我们的一文馆 浩客一号馆也都是陆续在开放 那目前活动中心是暂时还没有开放的 因为室内的限制跟人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限缩 所以我们在各项的不管是步道 或者是户外的游乐设置 甚至于是这个年轻人最关心的 我的篮球到底可不可以打了 那我们也都把篮球架再继续都装好 提供给大家做适性休闲运动娱乐的 这个部分都已经开放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乡亲 我们在户外一公尺室内1.5公尺的限制 还是依照中央来做一个坚守防疫的规范 那在这里呢也要跟乡亲同时来报告 戴口罩勤洗手消毒量体温 还是不可少的 游淑珍强调防疫警戒虽然将到二期 部分空间适度松绑开放使用 不过还是必须配合全程戴口罩 遵守人流总量控制 维持社交距离等通则 勤洗手量体温 落实实验制的习惯也不可以减少 请大家维持降级不解封的防疫思维 坚守高标准的自主健康管理 让花莲的疫情持续加龄 这旅会节目相报道